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老发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特别我们修一直粘插精修的忏悔法 绝对消除乐业 那警戒项只要你一天拜餐 那警戒项随限随消失 随限随消失 这有时间长 也有时间短 这种现象呢 帝正文说现象呢 我是没有 但是我在扭腰 大概有这么三四个月 天天晚上做梦 那脑壳一搁到枕头上去 就睡着了 就做梦了 到醒了为止 第二天 只要是一到睡眠 脑壳一搁到枕头就做梦了 大概有这么一百多天 这就像许一世的 你所有的经过 有时候修行很好 有时候又造业 有时候造完业了又修行 它一世一世的不断了 大概是从 我自己的梦 大概是从那个 唐末送出开始 一直到我的县生 对 就在美国那一段时间 在我跟红绝法师讲过 讲过 但是这个没有生的决定 没生决定的 也没有开智慧 也没有什么业障 就是善呢 好像两个 其不偏于善 也没偏于呢 好像正常的运转 这就要善许一世的业 过去所作所为的 一生一生的就像这样浮现 幼者浮刺 比如众生 就是说修颤法的人啊 不修地藏颤的人 不修占颤颤的人 没有 这个比如众生 专职修颤法的人啊 说这个修占颤颤的颤法的人 虽然没有能够见我的化身 也没听到我的化身说法 那么他应当呢 学个支撑心就好了 这句话就这么个含义 只要能使他身口意 得到清净相 我已护念他 有些女拜灿 虽然身口意 虽然身口意清净了 上来所说的地藏颤子 现身 或者说法呀 或者加刺你呀 这种现象没有 几会没有 没有见到我的化身 也没有问到我的说法 那么他就应当学自信 自信下文要讲的啊 使他身口意 得到清净相 在内众生 我已护念他 护念他就是 令他一切的障碍呀 都消灭 修道呢 很快成就 护念的意思 就是那些个 邪魔呀 偏魔不寻啊 想来破坏他修道的力量 都不能尽钱 就是蒂藏颗子护念的 乃至于九十五种的外道歇斯 一切鬼神 不会要乱到他的 这个时候所有罪业 五概十禅啊 什么都没有了 他可以修禅定 也可以修智慧 智慧就学经啊 学法呀 禅定就许定啊 定会两门 一个子一个观 那么呢 就能够修止观 就能得到 但是这个是德的 清静沦向的啊 福次 要再默示 一些众生 随不稳 就禅定智慧 除药之道 但照种种的众恶 贫穷 困苦 忧脑 鼻牌 在这个时候 应恭敬 礼拜 供养 忏悔作乐 忏悔自己所做的乐事 回所作乐 忏悔过去 所做的乐事啊 这乐业现前呢 恒常法院 那自己呢 经常的法院 这个院每天 大家都有都要放 一个忏悔 一个回向 忏悔每天都要忏 法院 帮助别人 利益众生 把我所做的好事啊 全回向给一些众生 给能受苦受难的 那我所做的错事 我全忏悔 群穷 贫穷 困苦 忧脑 种种敌牌啊 你知道这些个 经济像先前 您恭敬礼拜 供养 这都是我过去啊 所做的乐啊 现在现前了 那你就忏悔吧 改正吧 就念帝丈夫的忏悔 让那乐业发现不太严重 那你怎么办 一切是一切错 不管在银河情况之下 一切是一说 承送我的名号 这个承送可不要 虚情假意的承诺 要支撑 要恳切 那种种衰脑呢 就会消失了 把这个报身舍掉 再生 生于善处 没说这个 没说这个愿者发愿 如果那 你加上你一个发愿 求胜极乐世界 那帝丈夫都加持你 让你得胜极乐世界 说我们在末法的众生啊 一般的都为生活所笔牌啊 种种因缘 如果你能见到寺庙 如果能到寺庙里拜拜 不是善神啊 不是那些个神庙 只说是佛 佛菩萨 但是也没有个求处理心 也没说求定求会 也没有想说除药法门 我们很多佛弟子 他们想说 了生死的愿不欠啊 不是信佛的人 三宝弟子都要了生死啊 我们可以自己问问自己心吧 是不是每天都求了生死啊 再加二宗 犹伯萨又会一部说了 叫我们出家的道友们 每天早晨清晨 上早店 你发过愿啊 我要了生死啊 每天都发愿 我要了生死啊 我要断烦恼啊 是不是这样做了 自己都清楚 外人不清楚 我要自己才清楚 每天对自己所做的那 都悔改吗 都做个发愿忏悔吗 能出头种种衰脑 这得经得起考验 自己最明白了 外人都不知道 外人谁知道 你心里想什么 例如说我们说 经常大家所念到的 当我临命中师 阿弥陀佛 以众色以助圣众 香化的应接我 让我心不颠倒 就能往上到极乐世界去了 能做得到吗 你要以散烂心 能去得了吗 彌陀佛经说的很清楚啊 要一日 要二日 要三日 要四日 乃至七日 你得做到一心不乱 才能生啊 能生 得得到一心不乱 不能生 是你心里散漫 你自己相信自己不 你因为你能生不 我绝对能生 我心不散乱 亦不颠倒 没有病苦逼牌你 你发愿 可能做得到 要你在八苦交尖 生死之间的时候 那个时候 还能这样子吗 大家 经常是求生境都 有个咒 大概是 如果在那个时候 你还能念 你要在那个时候 能念这么一句 绝对能生 那当然业障现前 咒不现前了 你平常一天 念十万遍 没有 三万遍 没有 念一万遍 乃至一千 念一千遍 但是天天念 绝对能生 绝对能生 到时候业障现前 咒语忘了 念不出来了 你必须平日的功力 把业障消了 到时候 你一念 这个信心不变 这就 虽然还有业障 阿弥陀佛的咒 夹死你 这就叫 待业往生 并不买业障消失 待着业生 极乐世界的 当你生到了 业障就没有了 业障就消失了 所以我们的信心 一定要兼顾 不管你学哪一法 第一个条件 就要信心兼顾 地藏菩萨 跟我们这样说 也是要么信呢 福祀未来之事 地藏菩萨又嘱托我们 说在末法的时候啊 未来那时候 或者在家的 或者出家的 这些众生 想要求一个 三规五界 清静的妙界 但是过去呢 犯了很多的罪 没有机会 这些优优独播剧场上